爱情世界里,每个女生都希望被宠成公主,十二星座谁是宠妻狂魔呢?五大宠妻狂魔星座,白羊座,虽然白羊座说有点的冲动猛热吧,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婆奴,老婆说东,她不敢熟悉,对于白羊座而言,他们就是典型的求生欲极强的星座。 白羊座对待自己的老婆大人,可以说是能够做到能让旧人,毕竟生活不是个高低这个点的,老婆开心,那么我就开心了。 白羊座经常可以利用自己的业务时间偶尔制造点小郎那小情侍,哄得老婆哈哈大笑,真的是超级疼老婆的一个星座了呢? 金牛座,金牛座是个不喜欢玩啥花招的星座,对待一个人,也是真心实意,金牛座的性格天生就是喜欢一个人就把自内心对他好,属于宠道地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说金牛座的真的就是宠妻狂魔中的完完全全的艺人了呢?金牛座有时候脾气会很降,不认同你的东西就算吵得头破血流到力争到底,但是只要你知道是不识顺顺他们的吗? 他们很快就又能和你打成一片了,金牛座是个非常实在的星座,爱一个人,你要天上的星星,月亮,他们都会想尽办法给你。 可是等到金牛座不爱你的时候,就回头也不回了走,所以和金牛座在一起生活,千万不要无底线地做,这只会把你们之间的距离越推越远呢。 天蝎座,别看天蝎座的男生高冷得像一座冰山,但是在喜欢的人面前,他们就是一团燃烧的火焰,满满的热情只为给同一个人,天蝎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他们很少对一个女孩子动心,所以当他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那一定是他们最深情的时候,天蝎会毫不吝啬地把自己所有的好全部给你,把你种得像一个小公主一样,无论你要什么,他们都会给你。 只要你喜欢,他们就什么都愿意。 所以这样的天蝎,你确定要错过吗? 狮子座,虽然狮子座的男生气霸道又臭屁,但是对自己的妻子,女朋友那是真的一个好。 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狮子都会依依满足,因为对狮子来说给喜欢的人花钱,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狮子愿意去这样去做,而且,他也会觉得你值得。 虽然有的时候狮子的脾气有一点充,但是在喜欢的人面前狮子愿意去收敛,他们真的是典型的气管颜,别看他们外人面前那么霸道,那么威风,但在私底下他们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狮子,可千万别错过了,水瓶座,水瓶座的男生对不熟悉的人还是表现得很高冷的,但是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他们就秒变逗逼。 虽然水瓶座的男生有一点孩子气,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但是在喜欢的人面前,他们愿意去承担他们该承担的责任,谁说张志明永远长不大? 那不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余春娇吗?水瓶座就是那种喜欢你,就愿意宠着你的人,无论你是撒娇还是耍小性子,他们都会无条件的包容你,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水瓶,可千万不要让他逃走温某。 结语,嫁给了一个宠妻狂漠,并不代表你可以肆意忘乱,任性的暴露自己的缺点,而意味着你应该珍惜这份美好的缘分,成为真正值得被宠爱的妻子。 如果你丽女伴的所属星座上榜了,恭喜你,你遇到了一个宠爱妻子的好男人。 以上就是关于十二星座谁是宠妻狂魔五大宠妻狂魔星座介绍的详细内容,遇到这样的宠妻狂魔,就赶紧珍惜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